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小猪决定选择一个采雷几率较低的菜系 制料 于是我们来到了位于Greenville一楼的Myson 炒炒猪我在看菜单的时候 就被这道炸三文鱼咖喱套餐给吸引了 已经炒炒猪我还没吃过三文鱼加咖喱的搭配呢 套餐包含炸三文鱼咖喱 饭 蔬菜沙拉以及水果 三文鱼炸的酥脆金黄 咖喱也超下饭 但相比于三文鱼生鱼片 这个炸三文鱼就没有那么嫩滑 而且蔬菜沙拉竟然是冰的 慎重考虑之后 炒炒猪决定给三颗星 八戒吃的这份是日式芝士炸猪排套餐 炸猪排外层炸的酥酥脆脆 上面还铺满了芝士 想象一下猪排的酥脆再加上芝士的咸香 一口吃惊吃鱼 奶酱四溢 真的超级无敌好吃 唯一不足的一点就是 吃到后面会越吃越咸 还因为芝士的关系所以会有点腻 这道菜我给四颗星 寿喜烧套餐和普通的寿喜烧一样 味道都是甜甜的 并且有着大量的蔬菜和少少的肉 不过这里的蔬菜樽底很雷 蔬菜的口感老到富贵猪我嚼都嚼不动 不过套餐里的可乐饼还不错 虽然没有爆汁的肉饼 但是有爆浆的芝士 总体而言不太行富贵猪我只能给二颗星 芒内猪这份饭呢 简单来说就是汤泡饭 刚开始让我有些无从下手 忍不住把菜单拿来看了看正确的步骤 原来是要把提供的佐料倒在饭里 然后再倒点汤 不过我也尝试了其他的办法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毕竟按照正确步骤也不一定好吃到哪里 值得一提的是把着好的猪排粘上蛋也 真的不腥 还有别一般的风味 味道都上了一个层次 就是吃完有感觉有点口渴 我给三颗星 接下来我们来尝尝饭后点心 第一道点心是照烧鸡肉卷心菜三明治 面包的边边被很贴心的切掉了 还涂上了照烧酱 卷心菜丝也淋满了沙拉酱 中间的照烧鸡肉也煮的肉嫩多汁 味道综合的刚刚好 于是三小猪决定给他五颗星 另一份是炸猪排鸡蛋三明治 首先要声明的是 这道菜不是我喜欢的口味 所以有点难评 肉选的有点老 炸完之后变硬了 再加上鸡蛋沙拉用的沙拉酱 我不是很喜欢 但对其他三小猪来说还好 我们给这道菜的分数是三颗星 看来老天还是不忍心 让三小猪延续踩三次勒 这次的餐厅虽称不上好吃 但绝对比前两家好吃多了 给他个红榜吧 如果龙友们有什么红榜餐厅 一定一定要推荐给我们哦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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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